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的4月3号 欢迎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大家记得订阅 订阅4 五号 这3天千万不可以生病 千万不可以生病 因为你去医院 没有您补救,丈夫打了 他们去医院的人 我 길家去报功了 这三天没有做工啊 所以不要去医院啊 你们生病你的事啊 不理你啊 所以现在最怕最怕的就是 事件知道吗 最怕最怕就是意外啊 你从那个楼梯 自己家里楼梯跌下来啊 厕所跌下来啊 或者在马路上遇到啊 那个Ambulant 进去 哇这次呢 马来西亚的医生呢 是来真的知道吗 你不要讲他们草菅人命 不要讲他们罔顾人命 下一餐都没有饭吃了 还怎样医人啊 是不是 你要那个马俄 你要马俄有草吃嘛 医生都没有饭吃了 你叫医生怎样去医人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 合约医生的危机呢 他终究还是爆发了 老马老马 真的是害惨马来西亚 这个一切呢 都要回到那个老马的时代 这一切呢 都是老马害的 好 我们来很快的 看一遍新闻 等下来分析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所以刚才严重性我已经分析 大家知道了 所以 那个合约医生大概是 他们有些讲算是四千 有些讲算是六七千 但是其他的医生呢 应该有可怜他们 有可怜他们 顺便帮他们一起办公 所以 他们整个组织呢 声称呢 是一万人 这个是他们声称啊 也是一些媒体有这样子报导 我就引述了 但是我觉得 只要是医生呢 什么 我觉得会可怜他们啊 会可怜他们 绝对会可怜他们 所以记得 从今天开始呢 这三天呢 不用去医院啊 你去医院没有医生看你啊 那个医生都不知道有没有啊 并且没有证可以打 所以 他昨天晚上 上一段时间呢 阿玛扎黑呢 他有下令 紧急设计委员会什么 但是呢 阻止不了他们这一轮的罢工 那么这一轮的罢工呢 可能呢 仅仅只是开始啊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呢 会陆续有来 只要这个问题呢 不解决呢 他就会陆续有来 所以 大家可能很奇怪 什么叫合约医生 等下我们慢慢讲 OK 因为 现在的政府 确实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以前呢 老马留下的 这个大灾难 这个炸弹呢 终于爆发了 所以以后EPF的 以后EPF的炸弹以后 啊 钉钉给人家拿EPF呢 过十多年呢 就来了了 啊 就来老人罢工了 啊 到时你们看了 怎么叫老人罢工 OK 那么现在是医生罢工 doctor罢工 那么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拿contract的 啊 都不是正式的 啊 那个薪水又低啊 每个小时九块钱啊 然后 EPF都没有给啊 啊 所以你讲说这些医生 你知道叫他哪 EPF EPF 啊 啊 更惨啊 更加惨啊 啊 现在在马来西亚做医生啊 啊 见过啊 见过在医院扫地的 跟你讲啊 啊 当然我很尊重那个那个扫地的功能啊 大家只是说扫地的功能呢 薪水比较低嘛 但是扫地的功能呢 他们是什么 Permanent 他们是特特 他们是铁放碗 干铁放碗 你拿hammer 怎样也敲不破他们的放碗 当时在doctor是什么 doctor is just a contract contract完了 自己吃自己啦 啊 官政府什么是 这比我们医院扫地的功能啊 那个扫地的unty啊 还要见啊 啊 你看我们马来西亚啊 你看医生什么时候 沦落到这个程度啊 然后现在上面威胁他们呢 怎样 其实也对付不了他们什么的啦 人家只是contract嘛 人家contract的医生嘛 但是问题在于 这是很多呢 Permanent的都有参与 支持他们 所以呢 啊 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人家也懂了 自知之明啊 不要去医院啦 这些去医院的 有些是病到很严重 有些是on schedule的 有些是什么 反正就是 doctor呢 是少了很多 没得看 所以真的这三天 暂时不要去医院 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 终究还是发生了 啊 那么以前呢 是这样子嘛 你要成为正式医生之前呢 你要强制在那个政府医院呢 或者是他派你去clinic 在clinic或者在医院呢 你要做工作5年 他退息地改成5年嘛 那个4年到5年 然后现在呢 哎哟 医生太多啊 好 为什么会医生太多呢 因为这个 老马那时候呢 啊 他说马来人很穷吗 马来人很贫穷吗 啊 他鼓励大家去念医科 就叫那些国立大学呢 原本只有六间大学 后来就差不多通通都有医科 然后呢 私立大学不用讲 啊 管他多少间的私立大学呢 也可以也有一科读 就这样子呢 读出来呢 现在读到啊 现在啊你看医生呢 过剩啊 啊 医生呢 比扫地的安提还多啊 啊 医生比肯定的安提还多啊 啊 啊 导致医生呢 沦落到这么惨 你知道吗 啊 然后再来呢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做家长的 现在开始呢 千万千万 不可以鼓励呢 孩子去读医科了 啊 就会像这个呢 现在可悦医生 你们看到多惨 啊 多惨啊 现在啊 没有ETF的啊 啊 然后就这样丢掉 丢掉就没有了 啊 啊 你连那个医生的身份都拿不到 我跟你讲啦 啊 总之很惨就对了 这个问题呢 解决不了 因为政府呢 真的真的养不起他们 啊 这个整万个 几千个医生呢 那医生的薪水是很高的啊 是高薪的啊 啊 你叫政府给增加一万个人来扫地呢 那没问题 薪水低没问题 啊 增加一万个医生 啊 被晓得这个政府也不用做了啦 是不是啊 他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浪漫 你看留下的这个 这个疑惑 当然当然 这个跟我们社会的风气呢 有关系的 所以 我还是提醒大家呢 所以 以前呢 你看家长就是这样子的 很现实的 啊 只有三个 三个可以读啊 啊 读医生 读lawyer 读engineer 你不是读这三个 脱离关系 不是我家的孩子 不可以跟我信 啊 对不起老祖宗 不可以给你踏进你的家人话 很极端很骗气的啊 哎 以前在我们的 父母是这样子的啊 啊 怎么读accountant 读accountant 不论 没有你这个儿子啊 跟你讲啊 读什么其他的 是不是 敢读其他的啊 不用回来 在外国不用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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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问啊 啊 两三年前你去问这些小孩子 想到愿望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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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讲啊 没有人敢讲accountant的 啊 还好现在的小孩子很聪明了 你就问他什么 啊 Tiktoker YouTuber 网红 啊 网黑 网环 哎哎哎 网环不可以啊 啊 啊 现在的就很聪明了啊 他至少懂得Tiktoker啊 YouTuber啊 网红啊 还有一些想做网黑 哎哎哎我网环 哎呦我网环不可以做啊 你看 啊 现在不同了啊 其实现在呢 前几年呢 因为那个MCO 因为疫情呢 那个MCO那一年毕业出来的 那些00后呢 他们很多大部分呢 都没有去升学知道吗 啊 就这样他们不要赌大学哦 啊 家长有没有办法 有反正MCO嘛 更多online的 我不赌不赌啊 结果是在两三年后啊 我看我儿子的那些朋友啊 买的车啊 百多千啊 通通买百多千的车啊 只是在社会混三年罢了 知道吗 这些年龄啊 我都买不起百多千的车啊 他们年龄通通买百多千的车啊 父母不是很硬的 父母普通罢了 也不是很靠父母那种啊 通通都是百多千的车啊 赚大钱啊 这些年龄后没有读大学啊 假如他们有去读大学的 很多读了大学之后 在大学浪费四年 与世界脱节 然后呢 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 你看他们前几年有读大学的 到现在啊 还欠到一屁股债 PT、PTM都没有还到完 特别是读大学的现在最惨啊 这些大学的学费又不便宜啊 那那个工作是没有保证啊 他如果他不能够转正呢 他政府最后没有收他呢 他就是哈佛小 独来白费 只能够去外国 只能够去外国 在马来西亚呢 不要你就是不要医生医生太多啊 这个是谁造成这个东西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个问题啊 那除非政府呢 拿出钱呢 把他们通通收留下来 要不然呢 就是这样解决不了的 然后呢 政府也必须立刻呢 把所有的那个医科呢 把它减少 不可以BEN掉了 减少 每年呢 只可以拿 只可以最多一两百人就可以了 再这样下去呢 这个问题呢 不能够解决 所以不只是 医科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因为医生呢 毒 他们知识比较高嘛 医生会搞这样多东西嘛 医生罢工也没人敢动他们嘛 是不是啊 动他们的话呢 你生病怎么办 那么 其他行业 还有很多行业 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老马的这种 这种政策呢 他终究呢 遇到这个问题哦 现在人多 人多要来吃这碗饭 吃不到 现在这些医生很惨的 你知道吗 他们做不到正式医生呢 他们又不可以出去做死人医生了 就这样子完蛋了 也不可以读专科医生了 就这样子完蛋了 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的政府也不知道怎么怎么处理 就这样子了 那么 现在的政府呢 没办法了 这个烂摊子你要收拾了 要想个办法去处理了 只能够这样讲到 否则呢 就三天两天就罢工了 所以现在的人呢 千万不要生病 生病了 政府医院没有医生了 好了 那么 关于这个课题呢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